謝謝主席 楊全民發言 想邀請秘書長 邀請李秘書長 楊偉好 好 秘書長 你應該是很有power 所以當然秘書長可能可以領軍有一些作為 所以本期要跟你討論目前最夯的 蘇丹紅辣椒原料的食安問題 那本期看到在監察院的新聞稿裡頭也提出了 已有監察委員申請自動調查 自動調查 那麼食安辦在上個禮拜五行政院記者會也表示 蘇丹紅跟咖啡跟茶的治癌風險是同等級 呼籲民眾不要太緊張 這個說法讓外界讓民眾等於是炸鍋 蘇丹紅所造成的食安風暴到底 有什麼可以讓民眾吃得安心 民眾現在非常的焦慮 非常的焦慮 所以請教秘書長 目前對於主管機關 對食品業者的監督控管機制 是不是真的失靈了 民眾啊 尤其我們這些媽媽 說我到哪裡吃我都不放心 我真的是摻了一個這個辣椒我都會緊張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報告如果出來對這個國安的 國人的這個食品安全呢 它消費環境它當然會有很重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本下請教監察院你的後續作為 到底是什麼呢 因為這已經嚴重的影響到 整個民眾新聞媒體每一天都在報 而且連環報 甚至地點甚至這個整個都有脈動 那這個這麼清楚的在整個 我們的媒體上面也披露得這麼清楚 到底我們的監察院可以怎麼樣協助民眾來安心 有所作為 謝謝楊委員 我跟楊委員報告 蘇丹宏這個案子現在目前已經立案調查 對 那至於說前面的有關食安的部分 剛才已經說明過了 其實有關食安的部分 我們查過食品 查過食品安全匯報 查過食安五環 這些都有相關的規定跟報告的結論 那報告的結論都請行政院在積極改善當中 請行政院積極改善當中 但是我們監察院是獨立機關單位 也是整個政府最高的督導監督單位 那如果說我們只有請行政院 我們只查違法失職 所以有些部分我們的委員認為說 要求行政院改善 那行政院改善還要提來監察院來報告 目前我們還 他們多久會提來 因為現在所有的民眾都還是很疑慮 你知道那他們多久會提來 這個要看 他如果不提呢 你有什麼作為呢 這個要看委員的調查的內容 這些都會列為委員的調查內容之中 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來討論 根據監察院統計2023年 核派調查的案件 核派調查的案件 317件 總共317件 那你自動調查包括這一件 那這個呢 這件是2024年 去年的我就是說你自動調查 像我們的這個蘇丹侯是 您說是這個監察委員自動調查 是 類似像這樣的樣態 你去年自動調查了195件 委員會決議的要調查了110案件 你院派調查是12件 是12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扣除政府院長 扣除政府院長 扣除政府院長 那其餘我們還有27位的監委 那一個人這些案件 這些案件 那是調查不到一案 那監察院提出的彈劾 糾舉 糾正案的這個基礎 這是必要的 也授予這個權責 但是我們看到民主長 像如果剛剛已經引起民眾 廣泛性的疑慮這麼久到現在 那麼我們只有請行政院來改善之 那也不知有沒有約束 什麼時候他要提回來 我們的後續究竟要怎麼樣去督導 所以有人質疑 那我們要這麼多監委幹什麼呢 是不是跟考試院一樣 必須要減少人數 當然本席也不希望因為數量 去影響我們整個組織 本席的希望是人民所需要的 監察院是人民最高的一個監督單位 應該是有牙齒的老虎 而不是只有改善之 這樣子對人民是不公平的 是不公平的 所以本席要請教 你要怎麼樣去提升這些的績效 是我跟楊委員報告 我剛剛已經說明很清楚了 我們不能以案件數來看 那如果要用案件數來看 其實我們有彈劾 糾舉 糾正跟調查報告 還有含請各機關改善 含請各機關改善之後 我們甚至可以用質問 就是回來再報告他的相關的情形 然後看質問滿不滿意 不滿意的話 我們還可以進行後續的動作 那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剛剛提到監察委員人數的減少 監察委員的人數是寫在憲法裡面 考試院是寫在考試院組織法裡面 所以它的層次不同 過去修考試院組織法 是用考試院組織法來修 所以人數可以下降 監察院恐怕要修憲 怎麼這個方式 林氏秘書長外界有這個質疑 表示他認為成效是不髒的 是有所疑慮的 所以我們要提出來 至於哪一種方式 總是有方法 只是我們人民所需要的是 真正能夠監督 就陳如你剛才說的 我們監察院到目前為止 扮演這個角色超過90年 但是有人質疑是沒有牙齒的老虎 你剛才說的 我們即使通過彈劾案 那你要發動的制裁的權限 你到最後 你到最後是沒有懲戒權 那同時要不要制裁 制裁的內容到底是如何 監察院你可以決定嗎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問 即使對行政部門機關 所通過的糾正案 那你能夠請他們要注意要改善 所以本席希望的是說 當你們依照目前的權限在做 似乎人民認為是不足的 不足的有兩個方式 這也就是你們的權力不夠 第二個最重要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怎樣去調整 你的這個角度 這是本席今天跟你討論 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謝謝楊委員 我很快跟楊委員說明一下 懲戒權的權力是在司法院的懲戒法院 不在監察院 當然 所以本席告訴你 你這個也沒有那個沒有 然後說人家說你是沒有牙齒老虎 即如此我們只能依照憲法的設計來處理 這個是憲法 賦予監察院 針對公務員的違法施制來做 至於違法施制 我們查出來以後 包括彈劾我們仍然要送懲戒法院 由懲戒法院來決定 他懲戒的方式 所以在整個流程本席也要求你們去討論 因為人民對於你們的授權 這級修憲的部分要立法院討論 我們沒有辦法 謝謝 因為時間關係 因為在人民所需要一個結論 人民所需要的 是能夠有效能 那整個效能產生不出的時候 在整個制度結構裡頭 也必須去討論 才能夠真正得到民眾所需 我本席也不希望讓人家說 監察院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虎 那人民有疑慮 我們國家任何一個機關 當然要好好的去檢討 讓我們的民眾 能夠沒有疑慮安定生活嘛 對不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人質健康 一期許膳的故事 考慮給他 不折扣 請坐 面前在水平 來 不要緊張 請坐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